欢迎收看8月8号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通讯部长法米C1 加强对付网络霸凌的修订法案 可以在10月复会的国会提成 以更有效阻止热议严重的霸凌文化 他今天主持2024年通讯部 撒捞业区卓越服务奖奔奖礼后接受访问时说 根据警方反映 现有法令对网络霸凌的诠释并不明确 因此内阁早前四例特别委员会 负责研究需要修订的法令 另一方面 对于政府指示社交媒体平台必须申请执照时 法米说 政府做出这项宣布之后 已经吸引多个国家关注 连英国通讯管理局 曾经联系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询问有关框架和模式 还有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 包括新加坡也纷纷询问详情 换个焦点 沙总理署副部长拿督沙利花哈须达今天表示 沙拉业政府已经通知联邦经济部 针对有关拟议的探补及利用和储存法案 不适合用在沙拉业 经济部长浪费之昨天发表新闻声明 声称联邦政府和沙拉业政府 正对1966年大陆架法令 1984年专属经济区法令 以及2012年领海法令的边界范围的 不同诠释进行讨论 对此 沙利花哈须达今天立即发表文告 对拉斐兹的声明表示惊讶 他说 拉斐兹的新闻声明 试图仅参考三项国会法案 来诠释沙拉业的边界 却根本没有考虑1954年 沙拉业之边界变更行政令 土地法典及联邦宪法第一之三条文 因此沙利花哈希达也说 沙拉业政府已经明确表示 沙拉业边界是不能在1963年 大马建国企业平台上进行的讨论事项 所以沙拉业不会针对沙拉业边界 包括大陆架及权力接受任何谈判 首相安华在2018年12月17号 主持落实1963年大马建国企业的第一次指导委员会议上 也明确表示认同这一点 沙利花哈希达表示 沙拉业政府的立场是 所有在沙拉业境内进行的探储存项目 必须受到沙拉业法律监管 同时依据沙总理拿多巴丁与阿邦佐哈里和首相 拿多斯里安华达成的协议 沙拉业政府也会和联邦政府共同努力 并根据沙拉业法律来促进和发展 沙拉业的探补籍利用和储存产业 15位名37岁的华裔厨师掉入高回酬投资骗局 被骗295,766令吉 四祖是在7月18号下午5点收到陌生人发来的信息 邀请他参与回酬高达35%的投资 并声称每次投资不论多少 同样可以获得35%的回酬 四祖因而感兴趣 骗子就把他拉进一个Telegram的投资群主 在这群主内 负责人向四祖讲解投资详情 并指导他如何投资 及在短时间内获得高利润 四祖从7月20号到8月3号之间 通过线上转占19次 共295,766令吉 到13个陌生人的银行户头 大马四险机构移交付血金 和一次性占领福利金 给上个月不幸遇害的 怒法拉的母亲沙尔玛 大马四险机构 美里分行经理格里芬 今天率领四险机构 关怀特工队登门拜访死者的母亲沙尔玛 和移交有关通知信 同时讲解四险机构的福利计划 和代表发放物资援助 格里芬表示 怒法拉任职的公司有为他投保设险机构 而母亲沙尔玛被鉴定为受保人的唯一受益人 终生可以领取付血金 以确保他的晚年生活获得保障 此外 他也代表大马设险机构 美里分行直言移交监款给沙尔玛 分行的直言得知 怒法拉的不幸遭遇后自逃腰包 监款给痛虚爱你的沙尔玛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